新加坡航空公司表示 已经取消网上订票系统 自动添加购买旅游保险的功能 新航去年在一些网站订票系统当中 增设了这项新功能 顾客如果不想购买旅游保险 得在付款前取消这个选项 结果引起消费者的不满 新航早前也要向购买经济舱 精简机票的顾客 征收票价1.3%的信用卡服务费 但却在一天之内改变主意 不征收这项服务费